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埔头一个运动场里面 被他受读大埔一间中学的男职员二手袭击 这个男子手捕受伤 自行前往雅丽士河娜达嫂医院自理 人员警方的儿子26日在大埔区 拘捕一名57岁姓赵的男子赵sir 涉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 获种保释后查10月中旬向警方报导 我们看看是什么案件 首先如果我就是这样被人对待 被sir对待 我是不是一定会玩到报警 其实我也不一定的 有时我都会明白的 我常常会疼个儿子 但有时真的很嬉皮很嬉气 或者是迟动 但是现在的程度是什么 手都断了 这样就没得谈的了 你能否刺眼线的 我不管你有情历还是无情历 你就算你一时之间 耻笑女同学的学术成绩 喏 是不是同班呢 有机会 为什麽呢 15岁 比如她小B 那个人刚考虑了年班 大或大B 15岁 17岁可以同班 于是乎女同学就跟赵sir投诉 但其实很少是耻笑成绩 在我们小时候 通常耻笑是其他东西的 成绩就是 你读书很差的 不是吧 很少的 自己又不是读得好 而且读书多数都差的 你说你又耻笑什么呢 很耻笑你 你真以为你自己 哎哟 你看是这样 人厌毛你厌毛 喂 喂 Joe Lang说你装假狗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呀 没有啊 我问一下你 说你装假狗 好耻笑 喂 喂 那你是不是呢 你通常是耻笑其他东西的 或者小声特地听到 跟朋友在那里吹嘴 喂 Sylphie 你有没有听过 Sylphie 跟人含吶 跟Ken含吶 你特地小声 但又刚刚听到 我说是什么呢 他想引这女儿去注意 或许书 不想吵她 或许书 不想吵一些伤害她的东西 总言 或者不是 有时有些人都想吵她 他都不想吵一些伤害她的东西 但就吵了 原来成绩都是可以的 即使人知 他不懂 好了 这个 李和我和赵索投诉 赵索过来调停 不知为什么 突然情绪激动 突然情绪激动 其实可以很多事情 例如 我不知道 我估计 那些学生 对不起 阿sir 行吗 阿sir 你想她 你现在不知道的 你不要说什么 比如说 你要和Sylphie道歉 Sorry Sylphie 行吗 阿sir 即是知而此类那些 没有东西我走 那条菜 人家说 那你真是好想吵 你干什么 阿sir 你这么恶望着我 你不是想打我 你这么大 你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很害怕 我不是很滑口 我不是很滑口 去到那些位置 又懂得收 不会将东西无限上升 你真是 去到哪些位置 无限上升就是 我吃硬 我吃硬的 例如我八个人 他一个人 我吃硬的 他一定不能滑入发围 那我就无限上升 很乱算 但通常 去到最尽的时候 我又会兜的 不能够逼他进行 要不然突然暴构我 大眼睛 我落单 一定是最后 喂不要 行了 以后不要这样 其实我都当你听 兜的一定是这样的东西 好了 突然间情绪激动 这个阿sir 捉住男同学乔颈 将他推到地上 老实说他57岁 我不理他什么 申请 15岁 这都很厉害 这两件事 学生受伤 不过没有即时求助 但回家 昂两斗交易 跟妈妈说 说妈妈 家想得息 立即带他拿打掃 发觉他右手骨折 我想他就不是脱了 是骨 可能照过他 有点烈了 是 就不是说 如果你整个 像我这样断了 这样弯了 那是很严重的 右边警察选 背部总统 16号仍然是运动会 那天早上11点半 警方就由学校管理层陪同下 在大埔运动场 拘捕小长 现在案件暂时有大埔警局 26号是翌日 那些学生全部看着 那没办法 如果我是小长 我会很帅 怎会呢 他一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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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这一宗 这一宗又是奇怪的 我不知道 我又未必会这样报 何文田发生偷拍案 昨天5点55分 即傍晚 警方接获报案 说有个男人 在佛光街33号 一个洗手间里面 被另一个男人 用手提电话偷拍 警方赶到 拘捕了26岁的姓周男子 现在正被扣查 消息说 原场是房屋委员会总部 二座一楼的洗手间 35岁受害人 和案中疑犯 都是上旨的职员 不过不认识 原来不认识 如果认识就可能可以拆 是 认识就 你最多看一看 找些好些什么 不是 你不要这样办 但是你不要搞我 他就未必一定是什么 可能可以拆 事主如刺期间 突然看到一部手提电话 在隔壁厕隔 上面伸出来 你怎么会立即冲出来 和喝止 对方就说 没有啊 我删除了照片 双方争论期间 所谓争论 他删除了 另一名职员 事主通知报警 这个真的很凄凉 26岁 第一 他喜欢看男人 第二 他有些变态 鸡的人 不一定会那么偷拍 他会拍摄人的 摄死 摄死或摄了 不知道 如是其中 但是你真是没办法的 变态 但是呢 我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也没什么兴趣 看女人 即使是女人 十多歲的 我們當時 女人的大小便我真的沒甚麼興趣看 是呀 柯錦斯 柯錦尼哪好看 你有沒有一個好看的 還破壞我們心目中女神的形象 心目中女神真是兒媽的血都可以喝 你會感覺你愛她愛到這樣 她怎會有骯髒的東西 但事實上是會有的 好了 另外今天這個香港海關陸路 北京口岸科的副總指揮官李麗儀 就在電台上表示 說自從去年2月疫情復常通關之後 市民不上消費熱潮持續上升 一日油和短途油的市民增加 截至今年頭8個月 從旅客檢獲的非法進口食物共有1324宗 超過去年全年1019宗 看你怎樣打呢 8個月超越去年全年 如果你真的要嚴打的話 是一日都幾千宗 我跟你說 為甚麼呢 她說的現在最大的針對 就是未熟的肉類 現在這麼多人回去買菜 你說會中多少 而未熟的肉類 她說得明 包括餃子 雲吞 即是說 譬如你在香港街市看到 雲吞包很多 一盒盒 街市 都是不行的 如果用這個意義來講 所有未煮熟的東西 是不行的話 肉類 你基本上 一百個月 一千三百多宗 一日都不止 我希望 我真的 我覺得警方 你倆是否真的要嚴打呢 如果 你說 你嚴打 當然你不是每天抓幾萬人 我告訴你 你一日抓了一二百人 抓了幾天 就沒有人上去買衝 給告票 匯匯三千 當你努力十三 這樣就沒有人上去買衝 不用給告票 給告票 就簡易程序些 就免自己這麼麻煩 就去上法庭 又要給全票 簡易程序 立即 充公兼給告票三千 這樣就全碰了 起碼街市不擠這麼多 你夠不夠膽 如果不夠膽 你講海關 沒有意思的 喂 八個月一千三百多宗 一個月八幾宗 一日十宗八宗 那當然是薄 是嗎 現在尤其是很多是集團式的 寫檔 買兩斤山菜 一塊五花腩 多少錢 人家來收拾 他賺了那塊錢 他罰得多少個 老實說 海關 你們都掌握了 哪些人真的買菜 大家自己出生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有甚麼東西這麼好買菜 上去 雖然 道士 你對陰謀侶呢 我又不想這麼陰謀侶 道士 很明顯 是握神騙櫃 握神騙櫃為甚麼 因為他說 是 他說是 就算有這樣的驅軌 肯定不是找架 因為以前何來有架 即是說以前 是吧 牧的那些不能說 他竟然有幾個徒弟 在座死者父母 還有女徒弟 你說 所以 各位網友 但凡你有這樣的疑難 如果你相信玄學的話 甚麼八字榴槤 改名 甚麼問卦 奇門遇甲 紫微斗數 這些全部找封數號就搞定了 起碼 他准不准有沒有料 這個是你各人的各人的判斷 他不會騙你 而且我不覺得封數號會找人 性交轉運 還有找狗來通過人家 就是 叫你老母 我真是不明白 我要看完整條新聞才講 但有些事很難講 我父母都有問題 很難有問題 很蠢 兩名警員已經先後作弓 曾經向死者媽咪查問的女警官說 死者媽咪覺得女兒撞邪 所以她叫了她師傅 即是本案的男被告 和幫她的女治療 但她已經一起住 而她女警官說 當她第一次看到男被告的外貌 她覺得她外貌奇特 全身連臉都有紋身 插著馬尾 好似泰國師傅 老實講 我們就真是不會歧視紋身 但是我剛才這樣形容 這個女警的形容 我都想像到 全身有紋身 連臉都還插著馬尾 這傅人五十幾歲 高高瘦瘦 那你都想到是什麽 想甚麼款 而你竟然會覺得她很有神力 不如我給你剃兩缸頭 那時候那一套 道墓迷城 那個印度在古墓裏面 當時那個紋身 當然是紋身貼紙 那些人是相信的 嘍你了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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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肚腩裏面紋個叮噹 紋個大叮噹 在那裏 嘍你了有沒有 即是等於那些風水豪 那些長頭髮 那些人真的騙到人 嘍你了有沒有 喂老實講 都邪氣十足 問真我一句 嘍你了有沒有 你說得那麼厲害 泰國師傅又說捉鬼 找鬼出來給我隻抽 嘍你了有沒有 好似郭博士所說的 他經常罵那些人 郭博士 經常罵那些人 嘍你了 講神騙鬼 嘍你了 他說幾十年來 不斷叫那些人 捉那些鬼給他比武 我剛才聽見 少林那個混蛋 為什麼呢 其實不是說捉鬼給他 是比武這個詞 嘍你比武 嘍你比武 嘍比武招親 即是 是他們的婦人說的 嘍你老母員 我現在出街 嘍你老母 你剛才撞到我 對不起都沒有句 還這麼想出來 什麼嘍你 嘍你老母 我來啊 你夠乾燥 我一隻抽 我只是這樣 嘍你老母 你這個混蛋 這麼想牙策 好 你有本事的 現在我們比武 比高低 嘍你老母 不想對老 比武這個詞 是吧 好了 另一個眾督察就說 當他看見女士主的屍體的時候 發現他多處乳傷 成了豬頭感 其實他也這麼說 我根據那些案情 他怎樣自己不覺得辣了東西 還報案 還是覺得哪些是師傅 關他人事 還是怎樣 好了 好了 或者他們覺得 其實很小力 因為師傅未必很大力 因為其實最主要的死因是喝酒 好了 好了 但是都成了豬頭感 他又說 在錄影會面 得知案件 涉及茅台的 法醫也說 事主的死是跟酒精中毒有關的 好了 男女避告都不說了 女警吳美玲公稱 可以2019年9月2日 去到案發龍美村的村屋調查 我很久沒有入大美督 這個禮拜二日 但是我老婆不知道有沒有空 不是啊 其實我以前很喜歡駕車入大美督 就是吃東西啊 遙望蝦 對面馬鞍山啊 都進去逛逛也好 好了 女警吳美玲說 在2019年9月 去到案發的村屋調查 見到除了死者吳欣宇之外 屋裏面有四個人 就是男被告張子才和三名徒弟 即是死者的父母 和另一個叫張欺善的女子 女警形容男警 外貌奇特 全身 臉都有紋身 閘上長馬尾 感覺像泰國師傅 而張欺善呢 也是身上臉上都有紋身 老實說 真是找得到 還有啊 你聞到些甚麼呢 有時呢 你不要在這條爪行 在這裏有一個紋身 拉上來 又好像咒語一樣 這次戴兩粒佛牌 手上一吋 不知甚麼是豬 甚麼是豬之外 手指這樣 又無端的留一隻 雜指甲 通常要穿一些花的衣服 紅色布褲 紅色西褲 家庭嬰,為何人一看會嚇鬼,你要找機會說出來, 好像留一條宋文封馬尾, 你要找機會說出來,你不可以開始, 為何要穿這樣的花衣服呢, 防止人們飛降吹水,為何要有什麼指甲, 會只見到呢,通常來說,為了騙人, 因為人很容易言多必失, 說少點東西,聽,還有呢, 還經常用一種要練的, 詭異的眼神,直視對方跟你說話的人眼睛, 譬如說,咦,Lancy,你想問什麼, Lancy說他的故事的時候,你要看著他眼, 看著他? 好深,最好你的眼睛不夠深, 就找一些大眼仔,一些卡拉桿, 如果跟著他見到你, 哇,你老母,又有指甲, 長到不是普通長, 長到某一點就有個彎, 那些呢, 如果桌面, 又擺在廟街, 擺在地上, 尼泊爾那些, 滿天神佛, 是的, 總之, 滿天神佛, 普通那些神佛不夠, 一定要印度教那些, 像樣的, 嚇狗鬼, 阿典娜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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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還有那些, 家門口, 地主那裏, 還要放幾顆糖, 還要放多少, 假裝養鬼仔, 嚇狗鬼仔, 沒有, 咦,師父, 怎麼回事啊, 噢, 沒有那些, 您聽過, 那些古曼統, 您聽過, 小朋友, 你如果聽到, 見到什麼東西, 你不用理他的, 其實他看不到, 黑黑上去先了, 好了, 他看到藍被告 就和藍被告問, 他自稱是茅山師傅, 曾經是中醫師, 不過2017年就沒有再行醫了, 他說, 她的徒弟,即是馬魚羹邀請,一起住村屋,也都為她的女兒去醫病, 不過她沒有透露死者說是甚麼病,其實她的徒弟叫師傅馬佬到她的屋住, 我也覺得很奇怪,非常奇怪。 女警繼續說,女被告受查時就說,她的女兒有學習障礙和聽力遲緩, 就讀這個龍崖人士提供服務的展亮中心, 她懷疑女兒撞邪,由於她一直有跟男被告學習術數和命理, 加上男被告又是中醫,就找她和女兒醫病, 辯方就說,女警曾經向女被告說,如果真相大白, 可以說她的女兒討回公道,女警否認,但是她同意女被告是和警方合作的, 去到那裏女兒死了,照樣她問你也要答,另外總督察莫子威就說, 她去到現場檢查死者的遺體,發現她全身都有乳傷, 她說逐些說,成個豬頭那樣,根據她的經驗,認為那些乳傷, 很大機會是撞擊造成的,當時村屋裏面,四個人都被警方, 警員拉開分別查問,當然,其後被捕,辯方就說, 她說,男被告在9月2日晚上6點多被捕,在9月3日凌晨12點進行錄影會面, 她問警方有沒有問她多久沒有睡覺, 莫Sir總督察就說,不肯定警員有沒有向男被告查問, 不過這件事就不影響錄影會面,她說, 莫Sir就說,因為本案涉及嚴重罪行, 她知識有人承認襲擊死者的,調查分別憎, 趁被告幾億猶新的時候進行錄影, 她說,希望能夠幫死者統回公道, 她說,根據錄影會面,知道本案是涉及茅台的, 法醫在9月4日進行驗屍的時候, 也都相信不可能是因為酒精中毒引致肺炎身亡, 說真的,看到現在,我就相對比較明白了, 如果不是涉及一些很大型的合謀去對任他女兒, 我覺得這個機會很低, 她酒精中毒的機會, 引致肺炎死亡就非常大, 為甚麼她會報警呢, 真是死了,當然要報警, 沒理由要搞要大的, 第二就是她們覺得, 其實看著她都沒甚麼好用力打她的東西, 為甚麼會死呢, 覺得自己未必有責任, 但是最忽略的就是第一, 酒精中毒時有所問, 第二,茅台呢, 這些叫火咒, 我不知道, 四五十度, 閒地, 官去又瘋了, 官去又瘋了, 有些受不了的, 不是喝很多的, 做得太多了, 是吧, 所以, 這些物質就是昂琳糕了, 怎樣趕鬼呀, 有沒有為自己, 站個八字看看自己, 是不是有牢獄之災呀, 對你們有甚麼神光, 握神見鬼, 報告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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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